小凯 你今天的萝卜种子买了吗 要买哪种萝卜种子 给我分享一下 我没经验 萝卜种子 现在还没到种萝卜的季节 种萝卜还没到时候 所以我还没买呢 这样 那到时候去买 加上我 可以 不过佳乐 你真的打算在家里做农民工了吗 不去大城里工作了 农民有什么不好 我就觉得农村好 山好水好 自给自足 我那弟弟啊 现在还没必 天天拦着去城里打工呢 人格有志吧 那小凯我先回去了 记得买种子的时候叫上我 好 什么鬼贴气啊 都这个月份了还这么漏 这哪来的娃娃在哭啊 谁的孩子啊 放在我家轮口 这谁的孩子啊 不哭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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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乐 佳乐 在家呢 小凯你来了 你有什么事吗 那个孩子上学去了 嗯 上学去了 你不送吗 他说他长大了 自己能去学校了 那他真懂事啊 是啊 对了 佳乐 这孩子也这么大了 你是不是该考虑结婚了 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个对象了 算了 我带着这么一个孩子 哪个姑娘愿意嫁给我 你也不可能一辈子带着这个捡来的孩子 你真打算一辈子不结婚啊 以后再说吧 那好吧 既然你没有这个意思 那我就先走了啊 有空多来玩 好 你是 珈乐好久不见 小雅你怎么来了 这么多年你过得好吗 你结婚了吗 结了孩子都五岁了 五岁了捡来的那个孩子吗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那是我女儿 你什么意思啊 是我当年把她放在你家门口的 什么是你 谢谢你把她养这么大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真的 当初我那样挽留你 你还是执意要回农村 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才对我这么狠心 我知道那不是你的本意 那是因为家里人对你说的那些话 你才那样做的 那孩子 孩子是我亲生的 不过他也是你的女儿 什么 其实我当年已经怀孕了 还没来得及跟你说 你就赢走了 挽留你不成 后面我干脆就没告诉你 等生下来以后 我就把他丢到你家门口 其实就想报复你 这怎么可能啊 他真的是我亲生女儿 真的 这么多年的付出没白费吧 那就算是真的 为什么这么多年你都不过来看一下孩子 我有我的难处 那你今天过来干嘛 我今天过来就是和我家人团聚的 我的老公 我的女儿 你老公 我老公就是你啊 啊 走吧 我们去见女儿饭学吧 小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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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哥 小凯 你让哥跟你说个没 你说说你那房子那么破 哪个姑娘愿意跟你啊 静哥 我虽然房子破了点 但是你给我说个姑娘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对她好的 小凯啊 你看这现在这个姑娘 物质得很 你看你那房子啊 她就不愿意了 静哥 没事的 我现在还年轻 我以后肯定会努力的 小凯 你看这现在这个姑娘 要不我把那个说明的钱退给你吧 不用了 静哥 你只要给我找一个差不多的就行了 我也不挑了 行吗 哥 那行吧 小凯 那我再想想办法 行 哥 你可不可 去我家喝杯水去吧 不用了小凯 我还有事 我就先走了 行 哥 那你慢走啊 来 坐吧 你叫什么名字啊 你想吃点什么 你怎么不说话 哎 你跟我说回话啊 这怎么回事啊 算了 我去买点菜 给你做好吃的 你坐在这啊 别乱跑 啊 行啊 这饭也吃好了 你就和我说回话吧 怎么了这是 唉 这以后啊 可怎么办啊 唉 算了 我再出去买点好吃的 你在家好好待着吧 你别乱跑 我怕你晚上饿着 我的地方 我对我一家 精哥 真哥 静哥 小凯来啦 你给我介绍那女的 她什么也不说 问她什么也不答 他不会这有点问题吧 那天见面的时候不是好好的吗 怎么是个傻子 这我也不知道啊 不知道怎么回事 回到家他也不说话 他也不好好吃饭 整天啊就只知道白弄他那个头发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就怕他在我家出点什么事 我这上班啊有时候不在家 害怕他一个人啊走丢了 小海听你这意思 要不给你换个好的 把那个傻子送回去 送回去送哪去啊 村东头啊有个傻子 他家特别有钱 要不把他送给那个傻子 行了哥你也别送了 那傻子虽然有钱 但是这么好的一个姑娘 你也不能扔给一个傻子 行了以后啊我就好好照顾他吧 说不定啊他哪天就清醒了 没事静哥你瞒吧 我就先回去了 小凯那你就好好照顾他 辛苦你了 没事的 有什么事再跟哥说 我看你这两天啊也在家代购了 要不我带你出去玩吧 走吧 走吧 散开 小凯那 走 不过 闪Нет 滞 这里 至于 pelig 今天开不开心啊 我看你这样子 好像挺开心的 放心吧 以后只要一有时间 我就带你出去玩 好不好 这怎么还会扫地了 回来了 你会说话了 其实啊 我一直都会说话 不好意思啊 骗了你那么久 什么 你一直都会说话 这是怎么回事啊 行了 别扫了 坐下说吧 来 坐 那刚开始来的时候啊 我看你傻里傻气的 一直也不肯跟我说话 我还以为你真是傻子呢 这你突然会说话了 让我感到很惊讶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是我骗了你 我家人啊 发生意外 只剩我一个人了 我一时间 精神上 有点沉生不了 只管想用装傻 来掩饰我的伤痛 现在看你对我这么好 所以啊 我决定 重拾生活的信心 谢谢你 这么久以来 对我的照顾 我也想通了 不能一直逃避 还是得面对生活 以后啊 我也好好生活 和你一起努力 我们重新开始吧 行 你看你有那么多事情 你放心 以后啊 我肯定不会让你吃苦的 虽然我们现在住的条件很差 你放心 我以后啊 一定会奋斗的 让你过上好日子的 行 我相信你 我也看到了 你一直都是那么善进 行 只要你对我有信心就行 你今天啊 也做了那么多活了 今天晚上啊 我做饭给你吃 好 哦 好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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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